西九文化管理局在農曆新年期间 举办的西九大气棚活动 飘价是去年的十倍以上 但是管理局指 仍然未能收回五百多万的成本 不排除在家 西九文化区近日每一晚都逼满粤剧迷 由上个月底到今个月中 上演超过十场粤剧 不少戏迷都觉得气氛比一般剧院好 就好像以前那样 回到以前那样 以前那样 很流行这样的嘛 坐在那里 跟着有人买东西吃的 刚才都是这样的 外国游客也来捧场 大家都很大声 在谈谈 那个人接着我 在一分钟前在电话 一分钟之后 如果对粤剧没什么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抽一烟闹的 因为这里有个市集 有几十个摊档 分别卖传统小食 和手工艺品等等 西九大气棚的门票 要由上次的十元 加到今次的一百至一百五十元 要超过五百万的成本 来做这件事 整件事是不便宜的 但是我们加价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想收回成本 事实上都有一个距离 我们最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 有不同的观众都可以买到票 而不是因为我们太便宜的票 令到一早那些票已经没了 管理局说 由于气曲中心 今年2016年才落城 期间会继续搞大气棚 又会视乎气码调整价格 对那儿 对那儿 对那儿